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介绍世界上最有名的爱神维纳斯的故事 在希腊各地都供奉着维纳斯 这位信还有爱以生意之神 毕竟人人渴望着爱还有信还有生意方面都很顺利 他在出生地塞浦勒斯有许多的信众 后来在雅典也很受欢迎 不过真正他最重要的寄言是在克林斯城市 朝拜维纳斯的方式之一 是以神庙里的妓女发生性关系 因此他的神庙以人潮众多而恶名昭彰 在克林斯的维纳斯神庙里 有超过一千名的妓女 可真是热闹的城市 可想而知 克林斯吸引了来自希腊各地的信徒 相否非常谨慎 考古学家至今都认为 维纳斯神庙守护的对象指现于男性 然而当时的人来到神庙其实怀抱着各种不同的动机 如果你带着饥渴的信需求而来 可以去神庙做爱 一旦信需求获得满足 就要向你神表示谢意 如果想找办理 可以到神庙线上祭品 而以祭你发生性关系算是祭品的一种 如果有人想要有后代 但是和妻子理事不成 就可以到神庙以祭你欢爱 但同时也和妻子继续努力做人 这就帮助了许多人解决了生意的问题 然而近来有科学研究正式的这项做法的效用 研究显示 男性的性伴依假如不固定 他精致的数量和活动量都可以达到顶点 这就多少说明了为何 婚外情的性关系 比较容易怀孕 所以呢 以神庙里的职业俱女放肆享受性爱 绝对有助于解决男性的生殖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讲维纳斯的神话 说来维纳斯该算是奥林彼此众神的阿姨 因为她父亲是宙师的祖父 而多位天神都是宙师的后代 好,那不管她的历史是什么 维纳斯都是一位很特别的神 她受到众人喜爱 因为她性格单纯 大方 而且美艳动人 不可方物 维纳斯既然是最美丽的神 大家一定认为她应该会嫁给最阴近的神子 但事实并非如此 她后来嫁的是最丑的神 赫菲斯特斯 火神 赫菲斯特斯 而且她有一只脚并不正常 然而维纳斯并没有因为结了婚 就不再和其他的神明或男子发生性关系 至少她觉得这是开放式婚姻 她先生赫菲斯特斯 赫菲斯特斯 纵然不喜欢她到处留情 却也无力阻止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嫁给她 因为火神觉得能够起到她 就该心满意足 因为她对她自己能结婚 也真是该谢天谢地 所以对于她私下的作为 并不加以责备 以为是生过了孩子的神 包括了海神波赛顿 天神就失 战神阿卫斯 救神戴奥尼索斯 还有那个死神 不是死神 就传达那个宙斯的命令 那个神就是赫米斯 还有凡人阿杜尼斯 牧羊人阿希希斯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 她这些孩子们 共同巩固了她爱神地位 这是重点 然后呢 她也和宙斯生下的 丘比特 她的外形像天使 有一双翅膀 会把爱之箭射进人的心坎里 重箭的人 会疯狂坠入秦王 她和战神生下的儿子 安特洛斯 专门惩罚护星的人 她和九神生下两个儿子 分别是福音之神赫门 以及以色役之神太普斯 她和赫米斯生下了 雌雄同体的赫莫弗蒂特斯 后来这个名字也成为医学名词 是专指因为基因变化而拥有双性器官的人 那个维纳斯 她长得太美了 所以许多人爱上她 而她也经常坠入秦王 她认为实在不需要压抑自己的感情和热情 维纳斯认为一旦有了爱恋 不论爱的是人或是某种想法 某个场所某个物体或任何其他事物 都应该勇敢去争取 最糟糕的做法莫过于压抑和掩饰自己的感受 以为自己没有资格争取自己的爱 那在神话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运动员叫亚特兰提 她丈夫死后她无意再婚 但她护心非常坚持她会再嫁不可 于是她说 只要有人能跑赢她 她就嫁给对方 但若是输了就得处死 那时很多男子或运动员都想起她 但都失败了 而且被处死 眼看恐怕没有人取得了她 后来有个男子爱上了她 想起她为妻 但是知道自己假如硬要去比赛 必定跟别人一样难逃一死 但她爱得太深了 最后她决定就算死也要追她 因此她还是参加了赛跑 在比赛前夕她祈求爱神维纳斯协助 结果爱神维纳斯现身了 赐给她三颗金苹果 并且指点了她肉干手法 隔天早上她参加了赛跑 这位美女 亚特兰提 可能是因为一直没有人能够赢她 不经心想 这真是浪位时间 一开跑她就超前 男子丢出一颗金苹果 亚特兰提停下来捡苹果 男子趁机超前 她看到对方领先 她就立刻迎头赶上 再度超前之时 这时男子又丢出一颗金苹果 她又停下来捡 这个男子在趁机超前 就在即将抵达终点之际 眼看她就要追上了 此时她丢出最后一颗金苹果 她再停下来捡苹果时 她一级赢得胜利 也同时赢得美娇狼 这个故事 充分说明了爱神的真谛 爱情的威力无人能挡 从维纳斯的故事中 我们懂得要 掌握爱的力量 要放手去爱 不要压抑自己 男的坠入情况可不是容易的事 首先你必须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去寻找她 或者在遇到她的时候 能够认出来 那维纳斯以三套三术的关系 维纳斯的性格可以用生命秘术三术的特质来说明 三术人注重外表 她是外貌协会的人 她也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结不退而求其次 属于理想主义奏风 爱敏擅长沟通 喜欢交际 互有创意的心灵 许多三术的人 寻想很明确 理想的伴侣必须长什么样 开什么车 穿什么样的衣服 做什么样的房子 他们会把种种条件列得很清楚 相较于很多并不清楚自己的目标的人 三号人能有寻想当然很棒 问题在于没有几个三号人会愿意为了达成寻想 而不计一切的付出 所以因此许多三号人始终无法满意现实生活 他会认为一定是自己不够好 才会达不到寐想 否则就认为既然不可能达到寐想 又何必追梦呢 还有三号人的社交所管很高明 他们也喜欢照顾别人 让所有人觉得很舒服 他们擅长思恶交 常常逗人开心 让人轻松自在 整体来说三号人是开心的数字 代表被宠坏的投胎小孩 有才华 但缺点是固执和无法忍受批评 好 还有三号人与美还有创造力的关系 由于维纳斯流传不久 他是有史以来最美丽的艺术品 很奇怪 许多人明明计辩了这种艾冕的天父 却不知 其实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开发 培养这项天父 然而三号人对于事物的美丑的感受力很敏锐 而这是所有需要创造力的工作所不可或缺的能力 关于三号人的爱情模式 维纳斯的态度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明 坦白 如果他喜欢上一个人 他不会隐藏自己的感觉 无论如何他都会忠于自己的感觉 当然不是人人都这么直率这样充满自信 但为了追梦而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 所以呢 维纳斯为这类型的人树立了典幻 同时三号人的个性也相当于理同于双子座的个性 所以他们都互相有关联的 还有呢 我们认为三号的人是他的能量 就是说相当的会有创造力 而且非常喜欢用他的手来活动 像维纳斯的象征物就是苹果 那维纳斯在三号人在人生上